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化妆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们来探求一下 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化妆有什么需求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关键词 这是你2019年在工作中 可能要注意表达的化妆风格 第一个词我们把它叫做年轻 因为在整个亚洲审美里面 大家一直在探调青春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明星 即便到四岁左右 大家经常会用一个词 形容他们叫做少女感 少女感其实就是青春的代表 所以每个人我觉得不论到哪个年纪 其实都有一颗少女心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客户的时候 不论她是18岁还是80岁 你要能满足她的少女心 其实你就可以满足她对美丽的第一个愿望 所以青春 年轻 是你在化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里面 青春和年轻是怎么通过我们的产品和计法表达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产品维度 那么我们雅兹的这个城市系列 我们不仅有纽约系列 后面还有巴黎系列 还有曼谷系列 甚至还有中国系列 所以这个系列除了带来了艺术的感觉 我觉得最直观就是青春感 布局一格的这种设计感 那它就是表达年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在装校上要注重年轻 围绕着年轻这个核心的词呢 它其实有些细节来帮你共同表达这个主题的 那么第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好玩 你跟你的这个客人呢 可以更以青春的朋友的方式相处 把整个的体验过程当做一个游戏 你可以有很好玩的整个过程去上装 去体验 去介绍 所以呢 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也增加了你对于产品的一个互动 玩起来的时候呢 怎么样把一些新的东西融入进去呢 就是我第二个要说的 Train 潮流 潮流 就是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加入你对潮流的介绍 对时尚的表达 那你就会让你的朋友 把你当成一个所谓的达人 是吧 帮着当你当成一个专家 第三个呢 我们就说所谓的自信 那么在今天的化妆里面呢 事实上我们的手法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完全可以非常自由地去化妆 完全非常自由地去跟我们的化妆对象去进行交流 给它设计妆容 所以你的记忆的一个表达就是一定要看情况来使用你的综合技法 有的人适合非常简单的化妆 有的人可以适合非常复杂的化妆 是吧 有的人需要化这儿 有的人可能需要化那儿 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找准你初次见面的客人去表达你对化妆的理解和它的结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